《潛规则》第九部份 作者 吴氏 新官墮落定律 朱元璋是明朝的開國皇帝 他乞過食 打過仗 從一個隨從開始做起 最後得了天下 對人情世古的了解相當透徹 他當然明白自己為官員所定的人工不高 所以在地方官上任之前 他經常都會找他們聊天 講一下如何正確地對待這麼低的人工 如何抵抗貪污受賄的誘惑 他會為自己的部下 計一筆好實在的利害關係像 朱元璋說 老老實實地守住自己的身縫過日子 就好像守住井底之泉一樣 井雖然不滿 但就可以每天吸水 泉並不會乾 受賄得來的愛財真是有益嗎? 你手刮民財 搞到民怨沸騰 再高明的物謀也隱瞞不住 一旦事發 首先會被困在監獄中滅獸刑 判決之後 會再被送到工場做虎役 這個時候 那些裝款又在什麼地方? 在數千里之外 你的妻兒子女可能把它收起來 但也可能根本就沒有 那些裝物 多數都會藏在外人手上 這個時候 你想用錢 你能夠用到嗎? 你家破人亡 裝物就成為其他人的東西 所以說 那些不乾淨的錢 對你毫無益處 這些利害分析 也算是相當透徹 但實際上並沒有起到多大的作用 派下去的官員 就如同目著槍藍彈雨衝鋒的戰士一樣 一排一排地被唐衣炮彈擊中倒下 前赴後繼一浪接一浪 一代跟著一代 後來朱元璋自己做皇帝做了第十八年 也就是公元一三八六年 這種現象實在見得太多了 於是乎就總結了一條規律出來 朱元璋說 我效法古人任命官員 將他們派往全國各地 想不到 剛剛提拔任用的時候 這些人既忠誠 又堅持原則 但是 被他們做官做得來 全部都又奸又探 我嚴格執法 堅決不會輕搖 結果 能夠善終做到底的人很少 生死家破的人就很多 請大家留意中間的一句說話 想不到 剛剛提拔任用的時候 這些人既忠誠 又堅持原則 但是等他們做官做得久了 全部都又奸又探 這就是新官代落定律 全部這個字 肯定是有點絕對化 但如果在統計學的意義上來說 這條定律 可能真的能夠站得住腳 仔細分析起來 朱元將發現這條規律 背後帶有道理 科舉制實行之後 官僚大致上是讀書人 他們讀了十幾年的聖言書 整個佬都是理論上的人際關係 例如中君愛民 掌友有罪 朋友有信之類 書生氣十足 教條主意傾向嚴重 未必明白建立在利害計算上的真實的人間關係 這種關係 那些聖言不願意說 但那些衰利和牙翼的心中就清清楚楚 《紅樓夢》第四回 詳細描寫了一個 《牙翼向新官傳授潛規則》的故事 這段描寫堪稱經典 毛澤東將《紅樓夢》當成那個社會的百科傳書 就以這回為傳書的總幹 所以我都不嫌啰嗦 轉述幾段 賈玉村通過走賈府的後門 擔任了南京的知府 剛剛到任 他就接手了一宗命案 當地有一個名門莫族的子弟涉盤 打死了一個小傷人馮冤 搶走了一個丫鬟 之後還揚牆而去 受害者告了一年多 都沒有辦法得到公正 賈玉村聽說這件事之後 就露斥說 怎能夠有這麼放肆的事 打死人居然可以逍遙分外 怎能讓他白白地逃走 說完之後 他就準備去抓人 這個時候 他留意到身邊 有一個看門口的牙翼 跟他打了打顏色 之後兩人就走進後面的密室 牙翼問賈玉村 大人 你做這個省的知府 難道你沒有準備一張本省的護官符嗎? 賈玉村的就馬上問 什麼是護官符? 是什麼? 為什麼我沒聽過? 那牙翼就說 那又怎行? 連這件事你都不知道 那你的官是做不久的 現在所有地方官 都有一份私人的名單 上面寫著這個省最有勢力 最富有的大香辛的名字 每個省都是這樣的 如果你不清楚 一個不小心就會得罪到這些人 那你就會官職不保 甚至乎連性命都難保 他一邊說 就一邊掏了一張 已經抄好的護官符出來 上面 正正就有薛家的名字 賈玉村問這件案 應該怎樣處理? 那牙翼就說 薛家和幫你做到知府的賈家 是親戚來的 那為什麼不是一個人情給他們呢? 以後你見賈府的人都好一點 賈玉村他說 你所說的的確有道理 但是關乎人命 蒙皇上的恩典 我能夠重新被任用 我一心想著揭力地回報 又怎能夠因為私情 而廢棄法令呢? 那牙翼就冷笑著說 嘿嘿嘿 老爺你所說的的確是大道理 但是在如今的這個世道行通的 難道你沒聽說過 古人經常說的 大丈夫相視而動 以及吹吉被兇者為君子嗎? 按照你這樣說 不僅無法報效朝廷 就連你自身都難保 所以請大人你擅思而後行 賈玉村低頭林澤臣 雖然口裡面不斷說不妥 表示還要繼續追究 但實際上 他完全聽從了這個牙翼的建議 很巧妙地放過了涉盤 曹雪勤則於1746年 和朱元璋相隔了400年 但是這個世界並沒有多大的變法 洪武19年也就是1387年 朱元璋曾經寫到 建國以來 浙東、浙世、廣東、廣西、江西和福建政府的官員 沒有一個人能夠做到任門 往往還未去到任期口狠的時間 自己就犯了貪贓枉法之罪 這裡的確有任人不當的問題 但更大的程度上 是因為這些官員被當地的衰利牙翼 和不務四頁之徒所害 譁如 不務四頁的四頁 是指示農工商這四頁 是受到他們的影響 勸說和引誘 所以 當年朱元璋和上任的官員談話 經常會警告他們 小心那些衰利 不要讓那些衰利支配自己的決策 看看賈雨村的實際經理 朱元璋的這支預防針 的確是對症下藥 那些衰利和牙翼 果然是有道官員學懷 他們會和新官去計算利害關係 同樣計得清清楚楚 以及十分透徹 只不過 和朱元璋的結論完全相反 你真的要堅持原則? 這樣不單不能報效朝廷 而你自身也難保 卿則就失去了官爵 搞不好 還會連一條命都失去了 你真是要三師 新官上任 還會遇到一個不請自來的教師 他們就是土豪 在這裏 土豪是一個比地主富龍更恰當的名詞 他們有可能是地主富龍 亦有可能是商人 但絕對不是老實、細膽的土才主 他們甚至乎 可能並沒有正經的職業 以稀航、霸士或偷騙拐騙為生 即是朱元璋所說的那些 將官員教壞的不務四業之徒 在水壺中對西門慶、鎮關西、竹家莊等的描繪中 我們都可以看到土豪的身影 這些人是地頭蛇式的強者 在當地苦心經營多年 已經建立起一個有利於自己利益分配的格局 他們很願意將新官拖下水 教他們適應並保護這種格局 名詞中描繪了兩個不肯好好學習 和適應新官的人的遭遇 有一個人叫徐君 洪武連姦 在廣東做春陽院主寶 這個官職類似於現在的院政府秘書長 陽春地方偏遠 土豪盤居為姦 每次有新官上任 就會以厚厚的賄賂來拉攏附席 最後怎樣都能夠把持控制 政府就好像是他們自己家開的一樣 徐君剛去到陽春 一個衰利就向他提議 叫他應該主動去拜後莫老大 莫老大就是一個討厚 不知是徐君他聽不明白 還是他不吃了一套 他問 哼,難道這個人不是皇上的神民嗎 他膽敢不來拜後我 我就會殺了他 講完之後 他還將自己的配件 拿給那位衰利看 莫老大聽到那位衰利的通風報信之後 開始有點害怕 於是就主動去拜結徐君 徐君調查和了解了一番 掌握了莫老大的違法勾當 於是就將他逮捕下獄 莫老大可能認為這是一種敲詐的手段 於是就好色趣地送了兩個瓜給徐君 這些瓜裡面塞滿了黃金和美玉 徐君根本就沒有理會他 直接為他帶上刑具 然後將他押回官府 但想不到府裡面的官員 早已被買通 他們將莫老大放回家 面對強權 莫老大的脾氣很好 再一次向徐君送上 那些裝滿金銀珠寶的瓜果 徐君再一次生氣到爆炸 想著再次將他逮捕發辦 但是就在這個最關鍵的時刻 虎牙就收到一份官銜 將徐君調離 調到楊光縣任職 徐君他真是清官 假如他不腥不腥地 接收了那些瓜果 你覺得他真的會像朱元璋所說的 會被逮捕入獄 然後去做虎役嗎? 根據史書上的記載判斷 他的前任被拉攏負四 但結果最後什麼事都沒有 他在虎牙中的上司也被拉攏負四 而且明目張膽地把莫老大放回家 但結果也什麼事都沒有 收一些瓜果會有什麼事? 反而是不肯收瓜果的徐君遇到麻煩 由此可見 那些牙役所算的賬是很正確的 你不單止不能夠報效朝廷 就連自身也都難保 而朱元璋跟他們算的賬 就很明顯有問題 下獄和虎役等等 多數都只不過是靠客 同樣也是明朝的紅武年間 到同出任廣東省潘如縣的知縣 知縣號稱一縣的父母 是當地最高的行政首腦 但是還有他管轄之外的權力系統 這個系統就是軍隊和貴族 坐鎮潘如的是永家侯朱亮祖 朱亮祖是打江山開國緣分 徵討殺佛立過大功 明史上說朱亮祖勇罕善善而不知學 辦事經常違法亂己 而道童偏偏是一個執法甚嚴的清官 無道理的事情 不管你來頭有多大 他都會頂住不辦就是不辦 當地的土豪有數十人 經常在街市上做一些 口取豪奪的勾當 以低價強買珍貴的貨物 稍有不滿就會想辦法插裝陷害 道童嚴格執法打擊這些屎壩 將他們當中的頭領逮捕 壓在街頭上大家示眾 於是鬥法開始了 那些土豪很清楚 道童這傢伙很難搞 於是就爭著賄賂朱亮祖 求他出面說一句說話 應該說土豪這樣做是很合理的 賄賂既是必要的買命前 同一時間也是一種投資 有了永家猴撐腰 誰還敢去招夜 如果沒有人敢招夜 這個街市就是他們的金飯碗 永遠都會衣食無憂 朱亮祖果然被這群土豪的勾引所教壞了 他擺下酒席請道童吃飯 在宴席期間他直接點名 幫這個土豪投領求情 侯的地位在一品官之上 是道童的上級的上級的上級 應該說以他的身份出面請客 算是好抬舉道童這個七品的芝麻官 但是道童偏偏不惜抬舉 他勵聲慷摘 供賴是大臣 竟然受小人所疏擺 就連永家猴都說服不了他 於是永家猴朱亮祖就不再跟他廢話 乾爵派人直接打爛枷鎖 將街頭示眾的那個土豪放走了 這樣還未算 他又找了道童的差錯 用鞭打了他的一頓 有一個姓羅的婦人 不知道算不算是土豪 他罷結朱亮祖 把女兒送給他 這個姑娘的兄弟有了靠山後 就開始做了很多違法亂己的事 他的身份就和土豪一樣 道童又依法懲治 朱亮祖又將人救走了 道童實在吞不下這口氣 就將朱亮祖的這些事情 一條一條地寫下來 上奏朱元童 朱亮祖惡仁先告狀 彈劾道童傲慢無禮 朱元童首先看到的是朱亮祖的咒接 於是就派人去潘儒殺道童 這個時候道童的咒接也到了 朱元童一看 終於明白究竟發生什麼事 他在想道童一個這麼小的官 敢頂撞大臣告他的狀 這個人僅直可用 於是又派人卸臉道童 兩位使者在同一日到達潘儒 赦臉的使者剛剛到 道童的人頭也剛剛被人砍下來 於是乎 那個牙翼的預言 就再一次應驗 不單是你的官將 看怕你連性命都不保 不複於接受再教育的清官道童 終於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在一般的情況之下 這件事到此應該就已經結束了 遵己守法如同道童一樣的人 就鳳無倫閣 就算朱亮祖直接了當 擅自將道童收拾了 只要他為道童安賞適當的罪名 也不算得上是什麼大事 但剛巧他遇到的是開國之君朱元章 這件事就不能夠宣言 朱元章理智之嫌 堪稱空前絕後 殺人只憑一時盛起 這一點我們已經在道童的下場之中看到 此外他還喜歡發脾氣 激烈而且毫無寬容 到了第二年的九月 朱元章照朱亮祖道經 將朱亮祖和他的兒子一起鑑生用鞭打死 然後親自為他寫了母字 以猴禮下葬 這兩種規則鬥法至此告一段落 我並沒有仔細計算 不清楚明朝初期探裝枉法的人 被揭發處罰的概率有多少 在閱讀的時候 我所得到的印象是 離朱元章越近 被揭發處罰的概率就越高 而不歸朱元章直接管系的小官 被揭發處罰的概率就逐級下降 也就是說 在省部級官員的這一層 朱元章所算的象比較有說服力 而去到遠處級 就是那些牙役所算的象更加有說服力 朱元章懲治貪官的手段極其酷裂 大規模地斬頭、剝皮、截肢、挖膝頭過 製造了大量的冤假錯案 亦承辦了大量的貪官污吏 血洗之下 洪武連家的官場 那是整個明朝最乾淨的官場 不過 就算是在最乾淨的時候 仍然有大批的高級官員 不理朱元章所算的象 例如朱亮嫂 我估計 在那批靠造反器家的高級官員之中 風險編號型投資者的比例一定很高 十分難管理 朱元章死了之後 管上的大老闆就並不是那麼能幹 又或者是並沒有那麼上心 下手也不及太早朱元章那麼凶狠 於是朱元章的那套算法就越來越不對勁 不過 他所發現的新官墮落定律就越來越靈驗 明朝制度規定 官員不可以在本鄉本土做官 怕他們受人情的影響 不能夠堅持原則 但衰利和牙翼 他們一定是土生土長的本地人 那些土豪就更加不用說 他們熟悉當地的語言和風土人情 有一張由親戚朋友和熟人 所編織而成的關係網 盤根錯節 信息靈通 熟悉各種慣例 並且依照這些慣例 謀生獲利 那些聖言書上沒有說的潛規則 正正是通過這些人 繼承並且傳播 他們是活生生的教科書 在他們的延傳身教和熱心輔導之下 那班官員的學習時間大大縮短 學費大幅下降 很多需要摸著石頭過河的麻煩都可以省下 這就是朱元璋的新官墮落定律的實現過程 所謂墮落 當然就是從聖言要求的標準去看 如果換成是新官適應社會和熟悉業務的角度來看 我們所見到的就是一個重新學習和迅速進步的過程 一個接受災教育的過程 第一次是接受聖言的教育 第二次是接受衰利和牙役還有人間大學的教育 第一次教育教會官員滿口仁義道德 第二次教育教會他們滿肚子的藍道女巡